如果大家在Youtube上聽到這個節目有興趣 加入成為無窮人的訂戶或聽眾 就可以用以下方法 第一個最簡單就是D100的母公司 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用銀行的ATM過數 銀行是恆生銀行的 戶口號碼是787-087-998-883 入了數之後 在入數後寫得你的姓名電話 電郵地址、節目名稱 WhatsApp去91671611 或者電郵去info.info.d100.net 第二個方法就是用這個轉數快 也是收數的公司名稱 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手機號碼是5479-3995 入了數之後也一樣 在入數後寫得你的姓名 聯絡電話、電郵地址 以及訂的節目名稱 WhatsApp去91671611 或者電郵去info.d100.net 第三方法就是親自 就上這個D100上環的專門店 在哪裏呢? 就在這個上環的港鐵站 大堂內的5號店 就在E出口 大堂就會見到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 就是9點半 早上至晚上7點 星期六日 成為公共假期 上午10點至晚上7點 有任何特別公佈 就以這個上環D100 Facebook專頁公佈為準 第四個方法最簡單 就在網上報名就可以了 D100的網站 就是www.d100.net 透過PayPair 或者Credit卡給錢 就沒問題了 報名之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加入 這個有Q仔 沒有窮人的WhatsApp群組 那裏呢 每天我們都會交流 一些股票的資訊 還有賽馬日 就會有即場分析和提示 另外比較詳細的 財經資訊和分析 我就會在我自己 Facebook和Miri的私人群組 分別就叫做 雷尺份Q仔自己有的私人群組 每天都會發佈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把這些報名的資料 這個E-mail去給我 cfqlai at yahoo.com.hk 就可以了 可言歸正傳了 那今天的港股 成為昨天的大幅反彈的聲勢 一開波就過了25000 最高就去到2064 跟著就回落 那現在呢 錄音這個節目的時候 就是上午10點半 香港 已經 差點就打紅原形 現在升上五十多點 那今個禮拜 這個港股就是 基本上是先低後高的 為什麼呢 上個禮拜 星期二是國慶 星期四收市的時候 雖然做這個季節 就撐了上去 這個星期三就升了八幾點 星期四 因為結算是星期三 星期四就跌了八十幾點 但是整個月來說 其實都跌了成千三點 九月 如果是成季一眾策 因為就是由七月開始 大家都知道 就是這個 國內開始 就對這些科網股 這些中概股 就是各類型的 就是由科網股 就是限制遊戲 限制金融 到教育股 賭股 所以很多消息出 都是不利的 所以就連跌三個月 這一季呢 總共跌了成四千幾點 可以說是全球是最差的 不僅是今年最差 亦是全球最差 現在暫時來說 今天十月 如果去到今天為止 就有一點點 叫做跌穿過二萬四 因為這個星期初 你差不多看香港的報紙財經 全部都預測 就會下市二萬三千點 甚至終極可能會去到二萬二 沒有人看好 全面暢膽 加上星期一 雖然香港就先走 但美股其實是跟著跌的 所以變成星期一 香港又大跌 然後星期二又反彈 星期三又再跌過 昨天才咬腰 抽上去 那麼波濤洶湧 最主要都是一來本身是積弱 即是科技股 雖然現在來說 如果你看圖 好像科技指數 和恒生指數 其實都過了十千線和二十千線 即是叫做初步見得底 即是叫做見得底 但是始終不是 整個港股已經是變形了 好像現在香港經過了國安法 已經不是原來的香港了 變成另一個新的世界 整個股市 現在搞了一段股 彈一些老手 都覺得只可以短炒 就不像以前 例如去年 2020年 大部分人都買大型的中概股 都會一路拿著 吃了一個浪 無論買這個 騰訊也好 阿里巴巴也好 美團也好 ADMX 小米也好 甚至新的2124 即大部分都會賺錢 但今年差不多全部 吐出來 甚至吐突 現在見底 會不會再重新開展升浪 似乎比較難 基本上都是一個反彈 這個反彈之後 可能都會再散過 不過最近 過去這個星期 固然有經濟因素 怕美國提前縮表 甚至提前加息 另外就是 現在全世界是戀實大龍 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疫情 根本是非常反覆 不只是反覆 實際上 沒有人可以說得出 即使在先進國家 所謂接種疫苗 例如加拿大 超過八成 美國也有七成 大部分這些發達國家 都有七、八成 但是似乎疫情 其實都沒有受控 打了針那些 一樣都會感染 不過唯一好處就是 不需要有ICU 以及相對地 毒性是低些 甚至可以沒有症狀 不過它沒有症狀 但它會傳染其他人 但如果沒有打針那些 就一樣會出事 即死亡 所以變成了 美國、加拿大 全部 現在又有新的研究發現 連輝瑞 所有這些疫苗 因為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打了兩支針 如果去到八個月之後 半年八個月之後 其實保護率都下降 所以現在全世界 以色列率先 全世界最多最盛 有錢 高價買了些 疫苗自己打才重發 美國 全國打了八成多 但現在都要加針 打第三針 因為對於所謂變種的病毒 其實是完全制止不了的 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就真的無了期 你可能打第三針之後 明年又去到冬天的時候 又不行 又要打第四針 變了有點像 現在連年都要打流感針 當然流感針 也不是有人打的 通常是伸得弱些的長者群 但是中了流感 最多都是辛苦幾天 或者你蒙著鼻 可能不舒服一兩個星期 但都不會致命 當然嚴重的會致命 特別是老弱那些 那些人每年都會死 香港有幾千 在外國美國都死了四五十 但那些是正常的 因為大部分的老人 去到七八十歲或八九十歲的時候 多數都是功能開始衰退 那你肺功能殉退的時候 就會有肺炎 容易冷傷 很容易借一些耳 因為呼吸不到 就會過身 但就不是因為那些流感 令到直接致命 有病患性 事實上現在這個新冠病 都有相同的情況 雖然它也會有其他後遺症 例如沒有了秀國、美國 總之 對經濟來說 雖然現在大部分這些國家 都不會再禁止 亦都很現實地 就說要和病毒共存 但真的很奇怪 不只是落後國家 就算一些經濟發達 應該醫療水平都不差 例如新加坡 這幾天大家都知道 每天都爆了三千多 日本、南韓都不用計 根本都未成功 只不過是新率放緩 現在很多人都擔心 秋千里又會再來 所以始終對經濟困擾 最大的困擾就是因為 影響整個產業鏈 現在全世界周圍都通脹 加拿大、美國全部通脹 原因是因為原材料 商品價格全部升 油價不用說了 已經升了成倍了 有四十元流行 現在實際上接近八十元 現在八十元多數都會過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 亦都因為油國組織 俄小的減產 不穩陣價 但另外很多因素 例如千里的變液 現在一擋就擋得很厲害 變了無論歐洲 中國很多地方 都要用多了這個電液 所以中國突然間大停電 中國大停電 除了自己影響內部之外 最嚴重的是 雖然那時中美貿易戰 很多人都強調要把產業鏈搬來中國 但現實上其實做不到 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些國家情況太差 都開不了工 所以事實上絕大部分的製造業 都依然留在中國 所以過去這一兩年 固然就是疫情之後 中國反映最大的 都控制了疫情 另一方面 實際上全世界很多 都會繼續依賴中國 即是供應產品 剛剛今天也看到 John Moulton 編文說 他會擔心現在中國 都開始出現通貨膨脹的問題 就是因為資源價格的上升 以前來講 歐美國國家 尤其是美國 為何有貿易戰 就因為全球化之後 美國主要發展金融、高科技 那些高產值的產品 生產就去了這些生產力強 即廉價勞動、人口紅利的國家 所以這些國家 又將廉價產品運回到歐美市場 令到他們本身人民的 基本生活的壞品 有一套時期差不多 全部都用中國 Mick in China 就是價格穩定 但現在來講 一來這個兩國寬鬆 已經令到美國 加上現在的供應聯盟的失衡 尤其是旋期那些 根本已經是亂殺大龍 那些成本是急增得好的 即以倍計的 幾倍幾倍 十倍八倍 所以根本已經是通脹很嚴重 再加上如果連中國都輸出通脹的話 即你迫著這個位 如果你說加加稅更大 這個可能就解釋得到 雖然這兩個星期 美國商務部長 這個戴琪出來說 中國沒有完成 履行了承諾 即在談判之後 第一階段的協議 在這兩年 即到金融底元 就要額外買多 二千億美元的貨品 現在來講是做了六成多的 中國都帶了理由去推爭解釋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些人的消費力都下降 你看看今次中國自己本身 那個黃金洲 放了七日假 都很厲害 旅遊人次一定超過四億 但跟2019年比 都跌了很多 還有今次的特色 就是中國都不出外旅行 因為疫情關係 今次大部分都在國內作短程的旅遊 不過你看得到 短短七日之內 變成四億旅遊的人次 證明這個內需市場其實都很厲害 所以說有些什麼事 中國關門 你怎樣衰也好 它會頂得住所有的雙循環 特別內循環頂得住 何況在過去這一年 即是來講 因為其他國家的生產 亦都受到這個疫情的打擊 變成無端端都抑了中國 你繼續都要光顧它 所謂進出口 你最新的數字 跟2019年比 是下跌了 但實際上 1至8月 進出口的數量 都是升了9.4% 這當然是跟2020年比 雖然 話雖如此 但因為這個電力不足 或者其他種原因 其實現在的製造業指數 最新公佈的國家 是9月都是跌破50 49.6% 都是一般的 就是叫做頂得住 不過今天 就是大陸的股市 復開了 由上個星期 已經是停市 現在來講 其實這個上證 和上級 基本上都是做好的 上去 3585 和3757 這個上證指數的大阻力 是 3620 新620 那是20天線 看看衝不衝得破 今天港股 或者昨天大升 就是憧憬 因為今天開始 才有北水 港股通會 港通 才有些錢 下來 不過去到現在 一個小時 三個小時的成交 我相信一定會 好過過幾天 甚至跌破過1000億 一般來說 只有1000億 鬆一點 就算昨天反彈 如果只有1000億 鬆一點 當然是不夠力 只不過是太殘 而且也因為 988 的ADR 是升的原因 就是因為 巴菲特的副手 王格 自己都有掃 掃阿里巴巴 如果我們看外國投資通訊 它也有的人 買回來 早前來講 是沽了 現在也買回 甚至騰訊 阿里巴巴 美團 這些股 它們也照買